老师与学生在歌在舞 一起为游戏赛事打call 这样的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吗 最近 王者荣耀全国高校联赛 在各大地区省份正式开启 但没有想到 比赛还没开打 各大高校就在赛事准备阶段 先卷了起来 前游西安外市学院 将西安古乐与中国名乐器 默契相揉 演绎全新的王者战歌 精美的服饰 加上灵动的演绎 仿佛一副挥动的画卷一般 皮帕 二胡 古琴 笛子 五花八八门的古乐器 来的是这位黑衣服小哥 以为是来法战凑数的他 却得所有人凑不及防重 突然出嘴 瞬间将戏份带向了高潮 让人鸡皮疙瘩的掉一地 后有四川音乐学院 历经二世余天 潜行创作原生手机曲 当梦想被点燃 唱响了所有人的青春梦想 吹拉弹唱 古音续全埔说 这最后还来个乐队 是不是卷得有点过分了 可去当我以为 这两个已经足以称得上 是本届高清的远天花办事 厦门大学 新海艺术学院 南京传媒大学 天津美术学院 正如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纷纷且精彩节目加入战斗 属于是整个金西北大成一锅粥了 咱就是说 生而为人 大可不必这么卷 黄作是我采用这个活动 我作为一名机械专业的学生 那高低底上台 给大伙表演个磨锤子 这次的高校联赛 作为王子首次协手高校 实际共建比赛舞台 可以说是一次特别好的尝试 既能让大学生们学业之佑 展现自我 又能让热爱电竞的年轻人 深度参与到电竞赛事的制作中 提升对电竞行业的认知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了